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财经地线 让你变成理财Superman 今天我们非常的开心 为什么很开心呢 因为如果你有看我们昨天的Playgo的话 你会发现我们讲的股票 在今天全部都动起来了 我们昨天讲哪两个产业呢 第一个我们讲航空 第二个我们讲钢铁 刚刚好就是今天排名上最强的两个产业 那在这个地方 其实我们看到周末的时间 出现了航运的利多 可是今天航运股似乎 它是有反弹的 它还是持续在涨 可是这样的涨势 好像没有像大家预期的 好像今天应该要一架涨停板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们今天来帮大家追踪一下 首先我们每个礼拜都会帮大家追踪的 就是SCFI的运价指数 这个运价指数 从上个礼拜我们帮大家追踪 到这个礼拜 从4567.28点 稍稍跌到了4535.92点 这样跌幅大概0.7% 那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那个拐点已经出现 也就是我们跟大家讲过了说 传统上面来讲的海运旺季 就是落在第三季 当然SCFI运价指数 它是不包含附加费的 所以说你把这些附加费加一加 可能这个运价还在持续创新高 可是我们单纯看这个最基本的费用的话 它确实已经出现了拐点 那我们在上个礼拜看到的货柜航运 你看像是长龙开出来 EPS居然高达了15多 15块多 所以说其实他们的基本面一直以来都没有改变 那这件事情 我应该说是我们在过去一段时间 早就已经知道了 当然开出来这件事情这个数字 是比预期来的还要更好的 所以说其实你会发现最近货柜航运 都有在网上走一波 我相信应该是有法人或者是有这些大户 他们已经根据营收 还有根据公司的营运状况 来推论出来这样子财报开出来 其实会比预期的还要来的漂亮 所以说其实股价往上走了这一段 那我们还是要提醒投资朋友 现在股价来到了季线的这个位置 而且大家要注意到 已经来到了深水区 也就是前波的平台区 有非常多的套牢量 那在这个地方 你除非就是一次的攻过去 一次的拉过去 让想卖股票的人一次丢出来 筹码快速换手 他才有可能快速的继续往上走一段 可是如果在这个地方 他要来回的走来回的走 那可能需要消化一段时间 因为毕竟前波的套牢量真的算是相当的大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提醒投资朋友 如果你有在我们群组 在上个月底的时候 我们有跟大家讲说 在月线收敛的位置 航运股容易出现反弹 那你有进场去抄底航运股的 或者你有去操作航运股的 我们认为在这个地方 你可以先适当的减码 稍微停力一下 那我们再看一下BDI指数 就是散众航运你要看的指标 那BDI其实在这个礼拜 上个礼拜 还有上上个礼拜 我们可以看到从图形上面 是这样子运价一路的往下崩跌 那一样就是因为第三季的旺季过去了 再加上其实我们会发现 最近海运的状况 好像有稍稍的缓解 因为最坚困的状况 已经过去了 那再来只会慢慢的舒缓而已 那我们可以观察到 这波下跌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就是因为海峡星指数 我们有说过 BDI下面有三个指数 那这波大跌 海峡星指数才是最大的元凶 那海峡星指数从什么时候开始跌呢 海峡星指数一度攻上万点 到现在短短的三个礼拜 它已经回到了3280点了 但是我们会发现 散装航运在前波上涨的时候 运价指数在上涨的时候 散装航运的股价也没有上去 所以说这一波运价指数下来的时候 散装航运似乎也没有受到什么太大的影响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终究还是要回归到整个 就是第三季财报开出来 到底散装航运他们的获利状况 能不能优于预期 如果能够优于预期的话 我相信应该也能够跟上货柜航运 出现一波反弹的走势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到底最近在涨什么股票呢 如果你有在我们群组里面 或者是你有在持续收看我们的节目的话 你会发现我们在11月3号的财经及时通 也就是上个礼拜三 当时我就说过了 资金结构已经开始转变 这个时候你要去留意钢铁股跟航空股 另外我们在11月4号 也就是在礼拜四的时候 我们录playgo的时间 那当时我跟大家就是说了 你看我们录了航空股 我们录了钢铁股 所以说其实我们在11月4号的时候 我也有录航空股 再来到了11月5号的时候 我说聪明前早出录 留意航空化工股 所以我连续三天我都跟大家讲说 你要注意航空股 你要注意航空股 这样子的观点 我们也一直放在我们的Telegram里面 所以你在群组里面 你一定不会miss掉这样的讯息 那我们看一下 讲了这么多股价到底有没有涨 今天一度快要攻上涨停板 大涨9.3% 那更不用讲 其实我们从上个礼拜三 跟大家讲的时候 他就已经每天在缓步电高 缓步电高 缓步电高了 所以其实这段时间的涨幅 已经大于9.3% 甚至已经来到十几% 那我们这边也非常恭喜 在我们群组里面的好朋友 另外还有什么东西呢 我们在11月3号的财经行动上面 除了讲航空股以外 我们还提醒大家 可以留意一下钢铁股 为什么要留意钢铁股呢 因为你看面板股这么弱势 反弹了 货贵航运这么弱势也反弹了 那还有什么股票 这么弱势还没反弹呢 就是钢铁股嘛 所以我们在11月3号的财经集中上面 已经跟大家点过了钢铁股 再来11月4号 也就是我录playgo的时候 我又再跟大家介绍了一次钢铁股 那你看今天怎么样 我们其中一档股票 其实这三档今天表现都非常好 都大涨6% 7% 甚至攻上涨停板 那攻上涨停板是哪一档呢 就是2028的威智 他今天攻上涨停板的速度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快 而且是所有钢铁股里面第一支攻上涨停板的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其实一方面就是因为他的股价真的是在低档 那也是要走一波反弹 要给他尊重一下 另外我们在周末的时候 我们也看到了美国的基建法案通过 虽然说这个题材之前已经炒过一段了 不过消息出来以后 很自然而然的市场就会把目光回到钢铁股上面 发现这个股价怎么还没谈 所以资金就涌入了 所以我们看到今天的钢铁股表现非常非常的整齐 那至于后续这些股票还能不能继续买 还能不能继续追 还有什么时候会遇到压力 其实这些东西我们都会放在我们的群组里面 来盘中的时候跟大家做一个第一时间的分享 所以投资朋友如果你想要对 你对这些股票有兴趣 或是想要知道更多的财经知识 财经分析 都欢迎加入我们群组 谢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财经第一线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 拜拜